大小马聊科技 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每期节目聊三个科技热点 我是小丹妮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马 那今天我们先聊两家 我非常关注的公司涨价问题 一个是小鹏汽车 全系的车型都涨价差不多5000块钱左右 另外一个是特斯拉FSD 在美国也涨价了 马斯克在推特上说要涨到12000美金 也就是我算一下差不多76000多的人民币 这价格差不多都能买两辆宏光mini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两个新闻 要么我们先聊聊特斯拉 我确实看了马斯克的推特上说要涨到12000美金 然后因为现在美国他有两种买FSD模式 一种是月租199美金每个月 一种是买断 那如果是涨到12000美金 相当于说我花了这笔钱一次性买断了我五年的使用权 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 我可能不会选择一次性买断 我选择是月租 然后边走边看 因为实际上特斯拉他这个不管是涨价还是降价吧 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特斯拉的这个涨价降价都是非常任性的 其实现在这一年这一两年 FSD的涨价已经是很克制了 我记得最早就老韭菜都知道 他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波疯狂的涨价降价 当时是五月份 FSD还是个不着边际的大期货的时候 特斯拉就官宣涨价 从5000美金涨到6000 然后两个月之后呢 马斯克心情一好 又宣布FSD降价到3000美金 过了一个月后 又再价格调整 变成4000美金 反正我当时看到网上有个印度网友 就留言说 你这个特斯拉的价格变化 都赶上我们印度集市那种砍价模式了 我还好奇呢 就是其实我听说啊 就是FSD的这个选装率其实是挺低的 尤其是在中国 他现在我稍微给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特斯拉这个自动辅助驾驶的 他在中国的现状吧 就是他目前有三种就选择 第一种呢 就是盖板的 每个特斯拉车主 他都会这个 如果你买特斯拉 就会装上 就是叫普通版autopilot 然后这个是不用另外加钱的 然后第二种呢 是叫增强版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然后我们也叫这种增强版autopilot 这个是要加32000块钱 然后刚才我们说这个FSD呢 然后特斯拉官网叫做 完全自动驾驶能力 这个是特斯拉官网的原话 然后需要差不多64000块钱人民币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措辞也特别敏感 就是叫完全自动驾驶能力 我都觉得这个 会不会我觉得感觉特斯拉这样 这样还挺危险的 对他总在挑战我的语文 就是让我想起了在饭店点菜的时候 那个野生养殖大黄鱼 他到底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 对吧 就说自动辅助驾驶能力 你到底是自动啊 还是辅助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是在 是在玩弄一个语文的这个概念 包括其实我也看了中国大陆 美国包括中国香港 就是他所有的翻译啊 实际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他这个FSD叫做Full Self Driving 后面加了一个词capability 他是种能力啊 他可不是种服务啊 他只告诉你我有这个能力 我可没告诉你我是这个完整的这个服务 所以这个词他他抠的也很 也很细 而且他也没告诉你他也没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会具备这个能力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经常会写出稍后推出对吧 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康明素人 对对你康明多素人呢 我都钱都给了你康明素人 对是我也特别能理解 为什么现在FSD选装率那么低啊 然后因为他现在你是其实买的是期货 你在中国花六万四 你买了这些能力的话 其实还都是那些就是autopilot的这些功能 然后他都是像大卫所说的 其他的像什么识别交通信号灯啊 停止标志这些 还有在城市街道中自动辅助驾驶 这些都是稍后退出 就是你稍后退出 就是买了个期货 这感觉怎么有点像童养席的那个感觉 就我要先把这个童养席养大了 到了年龄他再嫁给你 对就怕到时候还跑了是吧 对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即使是在美国 他的那个选招率也特别低嘛 然后车主呢就会说 我现在买了一个FSD 但是我只能绑定我这一辆特斯拉 同一辆特斯拉 所以我如果想从Model 3升级到Model S 那我就要再重新再买一个FSD 就感觉就像我买一个iPhone 12 然后想升级到iPhone 13 我又要重新花一笔钱 来买一个iCloud 这样就比较坑嘛 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比较坑 它是跟车不跟用户的 对 对是的 它其实每一辆特斯拉 现在每一辆造的特斯拉上面都有 能够满足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的那个硬件 所以它其实你买的就是一个软件嘛 那你软件更合理的方式 应该是跟用户 而不是跟那个车的 对但是你想我早期买iPhone的时候 其实我们全家都用过一个账号 然后这里面很多付费软件 就全家都在一起用 但是与此带来的不便利性呢 就是我的很多个人隐私 是推送到全家的iPad到手机上的 但是我觉得在车这个事吧 那这有什么问题啊 但没有什么问题啊 只是让我自己 有的时候做事要小心一点 你说这个 那要感谢苹果 你说这个我还真的 因为我不长期就是 也写很多关于特斯拉的内容嘛 然后我时不时就会收到一些男车主的私信 男网友的私信 问我说怎么关掉这个特斯拉的那个监控 因为比如说他跟他老婆都开同一辆特斯拉 就定位功能 对对对定位功能 那个APP他老婆能看到他在哪 他还问说怎么能关掉这个 所以我感觉 晚上在石脚城 你要买特斯拉 你要是一个证人君子 对对 那要感谢苹果感谢特斯拉 对感谢苹果感谢特斯拉 其实我这里还想说一点 就是他这个命名法的问题 你看他英文当中的命名法 刚开始叫Auto Pilot 后来叫Full Self Driving 对吧 其实都严格来说 不是SEE的这个叫G3016 我们说是从L0到L5的严格的定义 因为这个SEE的定义当中 叫做Driving Automation 他用的词叫Driving Automation 然后从L0到L2的这个定义 叫Driver Support Features 也就是说它是个辅助驾驶 那到L3到L5的时候 就变成Automated Driving Features 那才是自动驾驶 但这里没有用到这个Term Self Driving 也没有用到这个Term 叫Auto Pilot 所以这里面让我想起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2位 还记不记得早期 苹果那个广告 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 然后那个两个人说 I'm a PC 然后I'm a Mac 我知道你说什么 对还有那个GCEL 模特出来了 对 然后不管PC说什么 那个Mac都说I'm a Mac 就你感觉我就是不想跟你靠拢 对吧 你所有的定义 你的内存条 你的光区 你的CPU 都是你PC时代的定义 我就叫Mac 尽管我也是个PC 但不不不 我叫Mac 特斯拉在这个事情上 也有这方面的嫌疑 就是我们拿ICE的这套标准 去衡量 你到底是L2 还是L3 还是L9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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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 my brother I'm an autopilot 你感觉 哇靠 我在跟你说话呢 而且他这个L2 还是L3 那个特斯拉还自己说 有一段时间 还自己说自己是2.5 L2.5 对 L2.5 对 这个L2 L3之间没有分L2.5 你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我2.5个兄弟姐妹 对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 他利用了很多广告 和传播学上的这个漏洞 就是给大家不断地洗脑 autopilot这个词 不是飞机上用的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飞机上用的 但是他把它 他把它平移到了这个车上面 就让大家觉得 好像这东西很先进 然后你像这个 在我们讲自动驾驶的时候 自动驾驶是有一个严格的 这个定义的 他也没有参照这个定义 所以这个 哎呀 我觉得也不好跟他抠这个字眼了 所以就买车的时候 我可能会 会比较小心 就是每一个词条 我要看一看右上角 是不是点了个信号 这个信号下面 是不是写了一个 一堆一堆 哦原来你不是 定义之王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 特斯拉的FSD 在中国的表现 和在美国的表现 差异还是挺大的 对 这个呢 我解释一下 实际上 因为美国 它还是比较 就是大城市 和那个suburban 比较统一的嘛 就像我 看到它这个 在中国要即将退出的 这个交通信号灯识别 和停车标志 实际上在美国 无论是从洛杉矶到纽约州 从加州到纽约州 基本上路牌涨的都差不多 车的标线也差不多 交通规则也差不多 但是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 北上广深 哪怕这四个城市 咱们有四套规则 四种红绿灯的这个模型 有的是独秒的 有的是沙漏型的 有的是就是传统的红绿灯 对吧 我见过最夸张的 就是那种沙漏型的 那你这个让车的这个神经网络 怎么识别 你是一个沙漏型 所以我相信这个能力 即使落地到中国 也是分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ODD 不断的在开启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 本土化的事情 可能国内像小鹏啊 未来会处理的 比特斯拉更好一点 因为特斯拉是不使用高精地图的 而国内的这些 做自动驾驶的公司 主机场 我说主机场 都会有高精地图的加持 特斯拉其实它这个定价问题吧 它其实经常被吐槽嘛 而且我知道 不只是这种老韭菜吐槽啊 然后还有包括 甚至像那些特斯拉的员工 然后他们那些销售 然后都在暗地里 有的时候吐槽一下 这公司的价格变化太快了 有的时候 他自己也确实 都背不熟 对都背不熟 然后一会儿 之前还好 之前是老降价 对吧 然后现在开始涨价了 涨涨价价 对对 涨涨价价的 所以而且很迷的 我觉得特斯拉本身 FSD的选装率本身就很低 而且它其实是 不需要额外配什么硬件 然后它还在去涨价 所以它这个操作 我就觉得还挺迷的 而且不只是FSD 还有包括它前段时间的 增强版自动辅助 驾驶功能的给 因为它偶尔它会给那些 没有买这项服务的 去开放一段时间的 这种适用权 比如去年的差不多十一的时候 然后它会让你免费用三十天 然后它三万两千块钱的这种增强版辅助驾驶 增强版AutoPilot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我本来其实还是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个增强版自动辅助驾驶 AutoPilot 然后但是结果试完了之后 它本来是好意让你多试试功能 结果让我下定决心 我就不买了 因为它这个功能确实做的还不够完善 比如说我还挺期待它的这种自动泊车 然后但是自动泊车它经常扫不出来 然后经常停到半截它停下来 然后还有它这种智能召唤 基本上是在中国的停车场是无法用的 它只能你控制前后 但是你就转向这些的话是基本上不可用的 然后中国的停车场都比较立体 所以需要增加很多额外的这些装置 所以就为什么在中国哪怕做停车 就孵化了很多初创公司 这里也有些巨头了 因为中国的停车难度绝对不是美国能想象的 你像就是在美国开车 我开到这个沃尔玛前面 你基本上只要视力没有问题 就直接就开进去了 而且美国人不是说我要把车屁股倒进去 要车头冲外 美国人就刚直接怼进去 就停车就比较蠢 对中国在地下停车场 各种立体的停车场 包括路边它太复杂了 对是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数据嘛 就是说中国的路况 中国广州的路况跟洛杉矶的比 跟硅谷的比 平均要复杂30倍 就我们各种的立行车 对复杂个30倍 所以就是也是 我还跟一些我在美国的朋友 就买了FSD的朋友聊过 说你觉得FSD值不值 他们总的来说呢 买了的还是觉得值的 那他们还跟我说 说你们中国的表现那么差吗 我跟他们说 就是这个我们这边的增强版自动驾驶 还是有很多bug 但他们就说 你不知道美国现在 有一个很出名的案例 就是说有一个司机 他用增强版辅助驾驶 然后完成了 用开着特斯拉完成了 人类的第一个爱情动作片 在车里面 上了披站的热手 这个片我没看过 但是大概的那个情节呢 就是说那个男生 开这个特斯拉去接妹子 然后就开启了这个 增强版辅助驾驶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做 不可描述的事情 特斯拉就在无人间的情况下 什么段子 就是有一天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 改装车的论坛上说 怎么把这个本田飞度 改到在高速公路上开 开到260麦 然后各种改装 轮毂啊排气啊尾翼啊 然后说开到260麦 然后旁边有一个法拉利车主说 哇你这个车开到260麦 这个是全身都在抖 全身都在响 你看我这台法拉利 单手扶把 右手还可以摸一下妹子的大腿 这叫什么 这叫有钱人的从容 哇搞笑 死我了 你看看从说车变成飙车了 这不太好 对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 对对拉回来 拉回来我们继续说啊 就刚才说到说到哪了 跑题有点严重 说到了就是特斯拉还是 经常沿用美国那套标准 然后放到中国 那确实是反正目前来看 我还是觉得如果买特斯拉的 我是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无论是增强的 奥特拍的 无论是FSD 我都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买 对 埃马刚才说在广州嘛 对我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你像 比如说我开车 从深圳到广州 呃第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就是广州的这个U-turn 就是掉头是在最外层 而深圳呢 是有一个专门的转弯的倒的 就是中间会开一个口 那这个其实对于做自动驾驶逻辑来说 包括做高精地图的这个标注来说 这都是很大的改变 就是不要以为我们有这个地图 这个车就能就能这么开了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语义信息的 我们要沿着这个语义信息 沿着这个规则去开 但是你哪怕这两个城市离这么近 一个是掉头在最外侧 一个是掉头在最内侧 这都不一样 你更何况是一个外国公司 他进入中国要这么多城市去适应 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那我觉得这恰好也是我们这些 中国的造车公司的这些机会 然后尤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一开始我说到这个小鹏 他也这个在今年 就从1月11号开始 然后全系车型都涨价 包括P7 包括P5 包括G3i 这个改款 其实他这个涨价的逻辑 其实我还是能懂的 因为他就是补贴 今年从1月1日开始补贴减少了 国家补贴减少了30% 所以小鹏的这个涨价逻辑我是懂的 但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 在未来理想小鹏这三家公司企业当中 就目前小鹏率先开了这个口子涨价 然后涨了5000块 但这个未来和理想还没有涨价 我其实还比较想 就是重点关注一下之后 像未来啊 像理想会不会也继续跟进 无论是从涨价的方式 还是就比如说 从这个比如说少送一些权益啊 或者什么这些方式 我觉得有可能都是会 跟进的涨价 但这个涨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个政策上的行为 那企业他如果不乐意承担 这个政策上的这个 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从解决方法来说 我觉得可以把收费模式 是拉的更常委一些 就是不要上来就把这个 这笔负担增加给这个车主 因为实际上新能源车 很多时候大家买他 第一个是涂他的牌照嘛 第二个就是涂他的补贴 确实是比燃油车 可能在同等的这个价位上要好一些 或者说同等的水平要便宜一些吧 那你把它补回去了 其实几千块钱 对于在20来万30万的时候 也是一个考量啊 因为这几千块钱可以拿去 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如果是我来做这个定价权 我会把它拉的非常常委 会把它靠后续的服务来把它补上 当然这个回到我刚才说的特斯拉 我觉得特斯拉可能也是在不断的 把这些用户从短期的一锤子买卖 这种消费变成常委性的消费 就像一个手机消费一样 就是你看咱们买一个iPhone 实际上只是消费的开始 对吧 那通信行业其实这个买 买花费送手机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都持续了20来年了 有没有可能像特斯拉 哪怕小朋友将来朝这种常委模式 去转变的 我觉得是有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些车 其实它不只是叫做电动车 它其实是智能电动车 那你买电动车的这一块 可能就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费 但是这个智能方面 其实就像你说的 它可以弄成一个更常委的效应 对 然后所以在长期来说 我觉得比如说这种autopilot FSD 这种自动辅助驾驶 还是很有必要买的 不过就是可能这个点它还没成熟 就用我们广东话 广东话说就是说你这鸡都买着了 你不赞着的食用了 你那个鸡你都买了 大头的钱都出了 还嫌那个调料太贵吗 酱油太贵了 酱油太贵了 实际上从车上能挖掘的金矿 绝对不只有自动驾驶这么简单 还有比如说车的娱乐信息 它的个性化 你像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车啊 都是全面屏 就是一条大的横屏 那它这里面很多个性化的东西 卖皮肤 对吧 都可以赚钱啊 甚至是连那个前面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dashboard 就是咱们的仪表盘 它都可以个性化 你说那几十块钱 我这个车有一个仪表盘 可能这个钱有些人真的是会花 我这跑个题啊 就是我正好 最近不是因为我们做节目吗 之前聊到那个元宇宙VR设备 我就买了一个那个 Pico 就是字节头的那个VR设备 我就身为感触大卫说的这一点 就是你买那个设备差不多2500吧 然后但是在里头买各种游戏 其实也差不多花了 这两天三天就花了我差不多500块 所以同样搬在车来说 以后的话 如果真的是一个智能坐舱的话 其实里头可以拓展的这些 这个消费内容还是很多的 但我觉得很多 然后但是我这个换了角度想了一下 就是为什么小朋友这个底气 就是赶涨价5000块钱 在魏小李这三家当中 他率先涨价 其实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 包括上个月的交量 12月交量 还有这个 还有就是全年的交付量 其实小鹏在这个魏小李三家当中 都是排名最高的 他上个月12月交付了16000两 然后2021年的这个全年交付了98155两 然后都是比蔚来和这个理想要多的 所以他可能也是相对来说 有这个自信 给自己的 也有订单量 然后也有这个根据他的这个车卖了多少 然后他可能先涨个5000 看看大家市场反应 他车的那个平均价格也是魏小李里面最低的 应该是 嗯 对 是的 对 对的 对的 我刚才突然想了 就是以前我在老东家做 那我们做这个 这个叫Car Life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为后续不断的做常委收费 做了一个伏笔 嗯 我甚至想过 如果我买了一台车 比如说是小鹏 那小鹏跟我最喜欢的摇滚乐手签约了 然后这个摇滚乐手可以给这个车 有同样调性的人 同样爱越野的或者怎么样的人 率先把这个专辑提前两周可以听 哇 那我可能 在这个点上我真的会买这个车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可能会买这个车 是的 现在的就是真的是五花八门 像长城欧拉 它不是专门给女性打造车吗 然后他们现在在孵化一个功能 就是说在那个空调那个出气口 你可以选装配那种什么胶原蛋白出气口 对 护肤都有 你别笑 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 你想想你通勤如果要个半小时一小时的 出风的那种地方 相当于你做了一个SPA 对 车内SPA 对 我只能说女人的钱还是好挣 女性是汽车市场最大的增量市场 对 女人的钱太好挣了 就改变一个这个就能改变了 我的天 包括那个小鹏 他其实也这段时间也是特别注重女性市场 你看他的那些配色 无论是G3的改款 然后还有P5的那些都是马卡龙色系的嘛 然后我是严重怀疑 小鹏这是模仿的这个50红光的那个红光mini的那个马卡龙色系搞的 小鹏的粉丝应该在下面留言说你把我比成50红光 有没有发现小丹尼万事都可以扯到50红光上面 特斯拉生价相当于可以买多少辆 还是我们消费水平赶不上 对 50红光是我的这个参考标准 YYDS 还是我们消费能力跟不上 这只能拿买得起的来比啊 那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 关于这些大厂造车 然后也可能是可以叫做这种更新的这个造车新设计造车 然后我比较关注的是前段时间索尼在CES上 然后也是正式的宣布他要造车了 其实这个新闻的话 我看就是说索尼在两年前CES就大概展示过他的这些造车的 叫Vision 对吧 对 Vision S Vision S Vision S 在2020年的CES 对 然后这次 我还有兴趣 专门这个车里体验了一下 OK 感觉怎么样 感觉是不错 而且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是索尼 他既然自己造了激光雷达 然后呢 自己造了这个 我们做自动驾驶行业才比较懂的这个融合 就是毫米波雷达和视觉 还有激光雷达融合 他自己也做了 所以他其实是把他在传感器领域所有的大招都放到了这个车上来 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 因为我一直以为索尼是会躲在后面 就是闷声发大财就好了 没想到他要冲到前面来了 对 我看很多网友关注的就是不是这些传感器 而是你索尼有没有把这个PS5或者PS6你能集成到车里头 这样我就买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就我关注电动车主要是 要么就是传统车企造出来的电动车 那它的优势呢 就是比如说这种传统的造车工艺是比较领先的 然后呢 新造车势力呢 它就更像科技公司 它可能在三电系统啊 还有自动驾驶方面会走得更前 那像这种索尼这种电子大公司 或者是说苹果华为这种就是手机大厂 他们造电动车 你们认为有会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先说索尼吧 就是你看索尼其实在消费电子领域给我们在过去30年吧 那我岁数摆在这了 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惊喜 从随身听CD机然后游戏机甚至是投影仪甚至是家庭音响的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惊喜 而且每一个产品我觉得都是叫human centric design确实是很以人为本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索尼游戏机的这个哪怕的手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我觉得它是在很多2C的领域非常理解消费者想要什么 然后呢它在传统的这个电子元器件领域又占有着非常重的市场 因为索尼他虽然说自己生产这个相机 但他确实自己也造芯片 就大部分的这个相机比如说gopro 他其实买的都是索尼的芯片 而且索尼在这个自动驾驶领域 我们说这个自动驾驶用的相机 它基本上是世界前三名或者说前两名 另外一个紧随其上的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公司叫维尔股份 就叫Ominian Vision 他收购了很多别的这个CMOS的制备的公司 结果他现在应该2022年能跑到世界第一 那么anyway其实世界前两名也是有索尼一席之地的 然后索尼还自己研制了这个激光雷达 就是flash的激光雷达 他现在也推出了市场 他有非常非常多在传统半导体领域的积累 然后把它做成了产品 又是以human centric design为前提的 我觉得我非常期待这个产品 而且我之前就是索尼的这个总部 在东京银座这个大楼要拆除 要搬家之前 他专门搞了一个展 就是索尼过去50年的展 然后我就专门有兴趣看了这个展 他从最早的这个收音机 然后随身听CD机 就是我们熟悉这一切 都是给我们留下非常多的印象的 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所以他很多的那些 想造一辆智能电动汽车的 核心的一些零部件 还有一些技术他都掌握了 我只能说在电动车领域 或者说我们现在谈这个车 在智能部分 它有很多的技术积累 但是它在造车这件事情上 它还是依赖巨头的 就是它哪怕这个Vision S 在它的宣传片里面 它大量依赖的都是欧洲的传统造车巨头 比如说大陆 博士 还有EK 有很多很多这样传统的造车巨头 还有采爱福 给它做这个横向的 它都会给给它写出来 所以它其实它的厉害的之处 不是在于造车这件事 而是在于把这个车变成一个 我们消费者更容易接受的消费电子产品 你看它这个主打的这个有三点 一个是Safety 对吧 就是安全 而且它把自动驾驶是放在 放在这个安全里面的 它没有单独拿出来说 我是要标榜我是自动驾驶 而是它在安全这个领域说 我能靠我的摄像机传感器 为我的驾驶安全带来多大的这个优势 另外一个是它的一个适配能力 就是说 它的软件会不断的升级迭代 当然这个大家熟悉 那个特斯拉的都知道 这个OTA的这个技术 另外一个是它很主打的 就是Entertainment 就是娱乐 它车里的这个全面屏是索尼自己的 它的影音整个这个系统都是自己的 我觉得它更像一个移动的 可以依赖的影院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产品 对 一说起这娱乐 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索尼像PS5那些做的都很好 但是就是它很有趣的是 就是索尼中国 它在B站的这个账号 5月 去年的5月29号 它自己发了一个这个Vision S的 这个原型车的视频 就很逗的一点是 它要宣传就是说车内的这些影音系统 就是360度环绕就特别的让人享受 但结果它发了这个视频 BGM这个声效特别的拉胯 然后全都是那些电音 然后都是感觉被压缩过的那种声音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索尼中国 他们官号知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还挺拉胯的 就本来它想宣传的这个Vision S的 这娱乐车内功能 但结果它自己的视频 BGM声效特别拉胯 它官网做的还不错 就是它官网那个宣传片做的 还是确实是不错 应该也是在这种北欧可能是拍的吧 有山有水的 对对对 好像就咱们说的应该是同一个 但是后来它可能转到 发到B站上 然后就结果不知道 反正大家可以 at一下索尼中国的关号 然后告诉他们 好好注意一下 别这种自己的车 那么研发大投入 搞得生效 结果自己发出来宣传片 音效那么拉胯 对吧 它的这款车 我据我了解 是让麦格纳北美给它代工的 就是美国最厉害的一个汽车T1 这个供应商给它做的代工 索尼更多的是在 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点 就是它的安全性 它的那个自适应能力 还有它的娱乐来做的 对 我看它这个车上装了有40个传感器 还有包括大卫之前说的 像这个索尼的这个影像系统 比如说它SAMOS图像传感器这些 它重点宣传的也是它这些传感器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它是不是甚至是可以做一个公版出来 就是说这个车长了一个公版的样子 然后别的这些汽车公司 或者造车新势力 可以按照索尼提供的这个公版 去采购这些元器件 然后同时再搭建一个新的品牌 我觉得也有这种示范效果在里面 我其实挺好奇啊 就是大卫可以重点给我们解读一下 就是关于索尼的这个自动驾驶 因为之前提到的 就是说它其实是把这种 无论是雷达 还有这个LIDAR 激光雷达 还有这个camera 相机 这个三者的这种视觉的融合 这块的话 大卫就是你是自动驾驶的这个从业者 对 你是我们仨最有资格聊 最有资格聊这个自动驾驶的 你也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让大家了解一下 对 还不了解我的同学们 这个我是一家自动驾驶的CEO 然后我们公司叫惠尔智能 是专门做L4级的自动驾驶的 那我们今年的主打产品 其实是我们公路级的无人配送小车 那么这个技术来自于我们之前在乘用车 L4级的这个积累吧 那么回到索尼 索尼实际上它的 融资款到账 今天到账 融资款到账 对对感谢 然后索尼的这个自动驾驶 实际上是一家美国团队 叫AI MOTIV 帮他去做的实现 但是传感器用的确实全都是索尼的 而且索尼闷不声的 自己就做了这个激光雷达 就是我们叫做Flash激光雷达 属于固态激光雷达的一种吧 就是叫VSO加SPAD的这个形式 那么我的理解是 这个雷达是最容易过车规的 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机械的部件 然后在其他方面呢 作为老牌影像巨头 它的CMOS就不用说了 其实我们公司 也会使用索尼的这个CMOS 它有很多非常强大的地方 包括它的HDR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过隧道的时候 这个隧道要出隧道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突然的增量 HDR呢就可以把那个增量给它减小 然后把隧道内的这个暗度给它增强 还有做红绿灯识别的时候 这个红绿灯因为都是LED的 它会闪 所以如果你这个CMOS它的频闪 这个帧率调的不够高 它刚好可能识别不到 它是红还是绿 但是索尼它会有一个叫LFM的这个技术 专门去增强对这个LED的识别 还有它的高对比度等等等等等等 在这里面我就不赘述了 反正都是自动驾驶当中 所必备的一些基础能力 我看这次CES上展示的两款车 一个是轿车 一个SUV 基本上已经非常接近量产状态了 然后我其实还挺期待这个索尼的车 这个到底开起来怎么样 然后我希望在国内呢 但是有我看网友说这个轿车长得像小鹏P5 然后SUV长得像FF91 我跟你说凡是这种 凡是这种在发布会上看上去 不是说特别特别惊艳的车 其实都是很有可能很快量产 那倒是 对 我也是想说 就是凡是接近于现实的 都是比较容易产的 对 OK 那我们继续聊第三个话题 有关于元宇宙的 其实之前我们也大概简单聊过元宇宙 但是发现最近有这个两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一个是就腾讯收购了这个小米的黑鲨 就黑鲨是做这种游戏手机的 另外的一个呢 是这个字节投资了李卫可 其实他是做这种虚拟偶像这种的 大概查了一下这个李卫可的背后 团队他其实是之前做过这个天猫精灵 还有这个小米电视的这些虚拟偶像的这些事情 反正最近我看了这两个大新闻 还请值得关注一下 还有一个新闻 就也是在上周 谷歌用了相当于2.5亿人民币 投资了富士康旗下的一个叫做化汉科技 就是他们就想在工业元宇宙方面发力的 所以反正现在这些大厂 对 最近在元宇宙上新闻不少 对 我自己比较期待的实际上是 所谓元宇宙这个概念 当然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词 我觉得虚拟就是虚拟 搞什么宇宙 就是我比较期待的是 它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而且实际上在工业领域 我们早就在应用了 比如说拿自动驾驶行业来说 我们做模拟做simulation 那当然是放在一个游戏引擎当中 让这个车可能在服务器里 就可以跑几百万公里 去测试我的决策控制 甚至是感知 对吧 在航空领域 你说那个flight simulator 它算不算一个元宇宙 如果你往元宇宙的概念上去靠 当然也算了 飞行模拟器 对不对 在很多领域都有 只是说 大家没有把它包装成一个消费级的产品 因为确实做得太好了 普通人也消费不起 你说这个飞行模拟器都是几千万的 下面这些液压杆 在下面做支撑 然后你在这个里面真的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我觉得大家现在说的元宇宙 更多的像一个游戏 而不是我理解的那种真实性 我最近不是刚才说了 买了这个Pico的VR设备吗 然后其实感觉还是非常的震撼的 然后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觉得这几年的这个VR设备 其实进步还是很快的 我之前试过Oculus 也试过这个小米的那些VR设备 但其实就是不试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然后在现在的这个价格用差不多3000块钱左右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还是让感觉还是很震撼的一个VR设备 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预算的话 我还是推荐大家去试试这个 这个无论是你买Oculus 然后无论是你买这个Pico也好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非常值得试试的 而且它里头有一些应用 其实已经还是很完善了 而且确实是可以这个无论是 它可以做成你的这种手机的一个拓展加强版 就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手机的视频投到这个VR设备里头 这样的话就像你在一个电影院里头看视频一样 还有就是说它有一些独特的应用 它确实是 反正具体来说大家也可以推荐大家去试试 这个不是广告 它没让我们恰饭 但是我也带不了多少货吧 但是我是特别推荐大家去试试 我很期待这些元宇宙的概念能在我们传统的领域 把它进一步往前推进 比如说博物馆 比如说工业制造 那拿博物馆举例子 就是如果去了故宫博物馆 那如果它会提供这种VR或者AR的服务 那它是不是可以用更逼真的影音效果 告诉我古人的状态 告诉我以前的状态 这个就做得蛮好的嘛 你这个说的 你这个说的其实已经有富豪在让他们的小孩用了 就是马斯克 我之前不是写过一本关于马斯克的书吗 然后他的那个学校 他的那个学校真的挺炸的 他给他儿子建了一所学校 然后其中呢就是会用到这种VR眼镜设备 其实我们跟小孩说 你要爱护环境 你要爱自由 爱大自然 爱和平 其实都是很虚的概念 他们怎么做 他们就直接上一个VR眼镜 让你看到战争现场 让你看到 就是那种因为环境所带来的那种世界大灾难 你身临其境之后就像你说的 就你在古人的那儿 那种环境下学历史 你在一个大战争的环境下 你告诉孩子要热爱和平 他一下就懂了 这孩子挺幸福的 有个哆啦A梦 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办呢 普通人要花三千块嘛 普通人要花三千块 其实包括很多工业领域 你像这个修飞机的 就是机械师 他其实也可以大量的使用这个产品 其实微软也有一款产品 就是是一个是一个AR 然后呢 他就会你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这个飞机 把它拉开了 里面每一块都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就对于包括职业技术培训 都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能让你快速上手 快速有一个全局的认识等等 是的 就包括我之前刚做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汽车安全的那个碰撞假人的 那些假人一个就要上百万 很贵的 然后我以前都不知道 就是说你一辆新车出来 你安排这个汽车碰撞测试 用这个假人 然后你那辆车基本上就废了嘛 其实是要上千万去做这个汽车测试 而且还只能做那个一两遍 那如果有了元宇宙之后 你可以用数字假人 你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实景中 做更多的碰撞测试 其实就是也是能做得更精确的 所以这个 我反复强调 反复强调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 我不希望元宇宙的概念 让我们彻底的忘记仰望星空 当然元宇宙也可以帮助我们 继续去做探索嘛 就像我们刚才所聊到的 在无论是工业领域 还是在博物馆的呈现方面 还是在这个机械制造等等等等 都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的增强 对原有的一个认识 而不是说闷在家里 戴了一个gaggle 然后就开始 对吧 这个就想到你这几天的状态 他就在我们工作室 买了那个VR眼镜之后 天天沉迷于 戴着这个VR眼镜 一下我看他 你能够 就是你看不到他在看啥 但是能听到一点声音嘛 就那个相机传出来的 那个眼镜传出来 一下我听到他 跟小姐姐在那 你好你好打招呼的 握手握手握手 对 然后一下就在那 看那个Blackpink 3D跳舞 可嗨了他 不止玩这些 你这个东西 特别适合自闭症患者 对 非常适合宅男 对 宅男射口 对 他有一些应用完成度 真的非常高 我反正今天上午 还玩了一个 让我非常震撼的 就是那个 一个打乒乓球的 然后他的那个完成度 特别的逼真 就是他甚至于 你的拿那个球拍 你来消球都可以的 然后就非常的 就是精确 然后真的是 非常有这种沉浸感 那反正我用完了 这个设备 我是特别感觉到 以后确实它是未来 它一定会往这个方向 去发展 然后目前虽然还是有一些 不适的一些感觉吧 有点像这个电动车的早期 就是你坐的不舒服 那这个VR设备 就是说你带了头上 它现在还 这个一个是 它确实会有一点点晕 但是已经比两年前的 这个晕的感觉 已经少很多 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这个设备 还是太大太沉 带上去也不是那么舒适 但是它确实已经有一些 可以这种独特的体验 就是是你其他设备 满足不了的 然后我还是特别相信 就是说在这一两年内的话 会有一款这种杀手机的应用 就让更多的人去买 这种VR设备 我是非常相信这一点的 对我也是期待 而且我更加期待说 它在能能在我们的工作 和这个方方面面能体会到它 但是我自己是很反对 说窝在家里 天天戴一个这样的眼镜 这个人应该走出去 而不是窝在家里 对是的 这点我赞同 然后之前我看段永平的一个访谈 他说的一点我还挺赞同 就是你有一些爱好 或者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就比如说他自己就非常爱玩游戏 包括他自己从做步高 然后包括他投网易 其实都是因为他游戏从业 然后他非常喜欢玩游戏 但是他觉得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沉迷 都不能过 适当的玩游戏 适当的用这些游戏设备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不能沉迷 不能过度的使用 其实你说到他 他第一桶金赚的应该就是我们打游戏的钱 所谓那个学习机 说实话当年哭爹喊娘 我要买一个学习机 回来就跟同学们打游戏 对 就像我的小表弟 老叫他妈妈帮我开电脑 密码是多少 然后他妈妈说你开电脑干嘛 他说我要编程 我要做编程作业 对 买iPad的嘛 都是说妈我要买个生产力工具 对吧 然后结果买了都爱奇艺了嘛 放面盖 关注大小马聊科技 用毒辣视角 聊科技热点